国旅行程休克短袜 写汉司机日开600公里 游览车重大翻车意外 造成33人惨死 怀疑和驾驶过劳有关 也因此让国内游览车司机 工时问题浮上台面 每天真正讲起来是超时的 不含小费的话 一天工资才不到1000块 驾驶游览车20几年的 58岁黄大哥 百般无奈摇摇头 因为国内旅行社 为了揽客总是安排满满的行程 但这一趟下来 司机双手方向盘一握 就是10小时起跳 就算中途停靠休息 也无法真的放松 其实坦白讲 我们当司机我们都很认命 我们是用时间换金钱的 你两点出话我们一点要起来 工时长薪资少 但为了养家活口 不得不拼命跑车 因为不做的话 一个月底薪顶多2万元 在这物价飞涨的时代 根本无法存活 观光区要开管管旅行社的 不要一直压榨我们游览车 能够让客人玩得开心 那我们能够坐得到 游戏尽量 根据统计国旅一日游 司机至少得开600公里路程 早上五六点出门 收工到家都已经天黑 现在他们只希望政府 听听他们的心声 我们要以休闲的方式 让司机有充分的时间休息 你不要一直在赶路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旅游之道 地方中心综合报道